第幾個因為是零開始 所以把他加一 然後是特別號 再來的話後面的號碼 冒號 加上那個號碼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本身就有冒號的 輸出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輸出到 console 那將來因為 還好你們不是在那個DOS裡面開發 如果DOS裡面開發 你還要自己去把那個test mode 把它打開來 然後自己再敲那個程式 其實太不人心 現在幾乎沒有人這樣開發了 大部分都還是用eclips OK那我們秀出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不過可能會有個問題就怎麼樣 這還好沒重複 我們看一下 17 有沒有 你會發現第一個號碼 跟第二個號碼 第三個號碼 重複了對不對 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你這樣交的話 你會有一個地方沒分數 號碼之間不可重複出現 那這個部分的話 算是比較困難的 這個地方就會被打叉叉 沒分數 那也就是說這樣算下來應該差不多可以拿個50分的話應該可以拿個40應該還是給我40分的啦50分一個這個這個部分的話大概差不多10分吧 所以 基本上 如果你實在是這個地方寫不出來 那有bug 你千萬不要放棄 這個地方不要寫沒關係 因為只有這個地方被扣10分 那你如果扣10分 你還要40分 那另外一題再拿30分 那你還是會過啊 那不要這樣 不要傻傻的 很多同學就是卡住 一定要拿滿分 千萬不要傻傻的 反正你這不會寫沒關係 先去寫下一題 等到下一題寫完還有時間你再回頭 因為你們只有一個小時喔 真的不要像有些同學 就把一個小時全部再拿來debug第一題 即便你第二題會寫 完蛋了 而且你考試的時候時間過得飛快喔 不像你想像中的 我以前 最趕的我印象中最趕的就是 考那個android也是一樣 android好像考100分鐘吧 我發現只要你有個地方卡住喔 你就會發現那個時間過得很快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一直在做那個地方的bug 反正你可以先讓程式可以run 那那個部分可以暫時沒有分數沒關係 你一定要先拿有分數的 不要說卡住就秀不出來 那bug你這變0分了 ok 所以一定要拿到分數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號碼之間不重複的話 又該怎麼做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